愛情就跟酒一樣嘛 愛情就跟酒一樣嘛 同樣的酒 放進不一樣的木桶裡面 就會造成不同的風味 進程戲劇一節的林雨昕 又抱新戀情樂 撇去兩年前 被本刊拍到的圈外人 楊臉妹 以及非文對象雷瑟琳 這一次的女朋友 大有來頭是 明島鄭文棠的女兒 樂壇滅火器主唱 楊大眾的前妻鄭怡農 今夜我陪你醉 我會幫你 該面對 4月20號晚上9點多 鄭怡農悲名帶帽男子再回家 晚上10點多 林雨昕的車也出現 並且停在鄭家附近 撐穿灰衣藍褲的她 走進了鄭家 直到深夜兩人都沒有再出門 可見林雨昕和鄭怡農 這對女女情侶 確實正在熱戀中 而且已經進展到過夜階段 我覺得我有機會嗎 不管有沒有機會 我先告訴她 大家做成功 過沒兩天 4月22號下午1點左右 我們又看到 林雨昕來到鄭怡農的家 然後一個人走到附近 停車場取車 開始一整天的工作行程 4月28號下午1點多 同樣也是林雨昕的車 開到鄭家 接了鄭怡農之後 在她到內湖附近去工作 鄭怡農工作到晚上7點左右 回到永和的家 然後同車又帶了林雨昕去看表演 直到半夜兩人又回到鄭家 好幾天下來 就這樣在永和 進進出出 進進出出 由此可見 小兩口不僅只是過夜情依 而是穩定同居的 進階伴侶關係 用最深最輕柔的盼望 種下我最誠摯的目光 其實我們老早就接火了爆料說的 林雨昕跟滅火器主唱 楊大政的前妻 鄭怡農打得火熱 去年11月他們同意由日本 甜蜜照片各自網路露事 今年高雄大港開唱時 鄭怡農在台上表演 林雨昕也被爆在台下 幫她拍照 熱心捕捉女友身影 種種一切農情 於是在娛樂圈漸漸傳送開來 親愛的 親愛的 33歲林雨昕是 近年竄紅的戲劇一姐 主演酸甜之味和必勝練習生 還曾獲得金鐘獎最佳女主角 提名入圍的肯定 兩年前她被本刊爆出 與圈萬女友 楊一點妹在車上親個 立刻決定了雷瑟琳 莫宇文跟陳毅之間的 愛戀四角關係 不過依照過去這幾圈的動線看來 其他閒雜人等都已經是過去式 只有她和正毅能是現在的自行式 戀愛ING 第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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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角